朋友们 我上一次接触到这样的 河雕啊 还是初中初二吧 学的河洲记 但是自己亲眼看到 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大家也知道 这两年因为疫情 像我们平坛啊 一些手工刺绣行业 飞移传承都是很艰辛 那么河雕也是一样的 哇 这个核桃上的这个粥 还能开窗啊 里面还有人呢 这个做得太精细了 巧夺天工 挂件这种大概多少钱 这个大概200块钱 像这个河雕的花瓶多少钱 这个的话60块钱 寻找有缘人 朋友们这个下面我就不挂车了 因为挂车的话 平台要有佣金的 我希望大家所付出的每一分 都能花在河雕上 也都能真实的支持河雕师傅们 继续创作下去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后台私信我 我会把师傅的联系方式给你们 你们直接联系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